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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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前两天我回老家 我老家是农村的嘛 过年然后不是这个疫情嘛 说这个城里都不能回家了 有一个月了吧 爸妈他们这个弄了一头猪 家里面自己养的也没有村 我大体估计了一下 说有这个300多斤 本身老两口想到 没有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自己就杀个年猪 跟那个亲戚分一分 云一云 都是这个疫情吧 在城里现在这个猪肉又这么贵 然后你看你带回去吧 然后当时我们全家人也都不会弄 不会处理 说带回去吧 带回去 你看能不能找地方处理一下 找了几个这个叔叔大爷 然后就一起 把他给排上面去了 拉过来了 正好隔壁的镇上吧 有一个出来厂 最后是花了150块钱 处理了一下 给装回来了 现在已经把他给分开了 然后还剩了这么些 其他的给朋友跟同事分了一些 这些留着我们过年自己吃 我年龄也不小了嘛 本身也说你这个是八年后 然后在城里面愤怒 说实话也挺不容易的 家里面养着一头猪 怎么也差不多也得接近一年吧 那父母年龄也大了 他们也是 就是从山上去弄这个草料了 或者是什么的 当时爱也是说不出来的诗文 然后像这爱 不满的一片心意 最展明了一种关爱或者是疼爱 我心里面也是这个成年年了 很感动很欣慰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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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